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 后台的那些长度模块 比如说图片管理 文章管理 还有缓动片管理 那结束了后台的一些设置 那这节课呢 咱们看一下 CM项目的一些前台的 一面的设计 那前台呢 分为两部分 一个呢 叫做 内容展示的区域 一个是个人中心 那内容展示呢 咱们对于一个小项目来说 可以把内容展示 全放到一个控制器去管理 可以做成一个整体的模块 那个人中心呢 可以把它拆成多个模块来设置 那这里边呢 那这里边呢 咱们这里边正好是用了一个反例 在前台呢 咱们将 嗯 什么内容展示 分成了多个模块 但这样做 咱们前面重点介绍过 模块可以把它拆得很散 也可以把多个模组合到一起 那主要是看你怎么去 合理去设置 那这里边呢 咱们前台页面 这个前台页面 分为这么几个页面 这是手页 然后分为像这个系组PSP 这是列表页 然后随便点开一篇文章 这是内容页 然后呢 如果是后台设置内容页可以 嗯 后台可以设置内容页的文章 是否允许评论 比如说这个 嗯 这个分类里边是不允许有评论的 那么我们 比如说再找一些像 这篇文章 看一下 我们这话就可以有评论 那因为咱们在后台看一下 比如说 admin.prp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文章是否允许评论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 嗯 管理文章这个地方 你看 评论 这个地方 可以设置 假如说这是 嗯 这是prp文章 再跟分类一下 我们要他怎么的 不允许评论 所以呢 我们到前台的话 看一下这个 我们找这是一篇文章 这个 已经设置不如于评论了 下边就 没有评论 如果我们 把这个 文章 管理文章 我们这事上 可以评论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在前台 这是prp文章 我们看一下 就可以有评论 然后这是文章的评论页面 当然这个是用 artx做评论的 这块用的也是 ccharacter 去评论 然后可以好评 差评之类的 像这种artx评论 咱们前面呢 也讲过 专门一个 一个节里边 重点讲过 这artx评论 所以呢 这个前台的布局都差不多 包括搜索页面 比如说 我搜索标题 带prp的 看 这些呢 都是标题中 包含prp字样的 然后可以带分页 然后呢 再往那首页里边 还有一个页面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 比如说公告 一点开 还有 专门有一个公告的页面 当然这个公告里边 没有公告内容了 咱们是添加的一些 演示数据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 内容展示的区域 把内容展示区域 这些操作并不多 所以呢 可以把它用一个空中器来控制 那首页呢 就是在 index模块里边的index 那页表页面 也可以是index模块的 比如list的这个操作 文章页面呢 就是index模块的 比如说lti cre这个模块里边操作 等等等等 但是咱们这里边呢 据一个反例 把这些猜成了多个 模块去控制 比如说 这是一级页面 用一个 然后呢 比如说二级页面 咱们列表页面 这个 然后呢 文章页面用这个 等等等等 分成了 还有搜索页面 看一下 分成了这四个模块 去做的 所以分成这四个模块 去做呢 有点 太散了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四个模块 都合到一起去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首页里边 这里边只有两个操作 一个就是 什么 首页的操作 一个就是公告的操作 放到一起去了 太少了 不能说太少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要把那些整体合到一起就行了 你看 再往下看 这些我都给你打开 比如说搜索页面 把它单独看成一个模块 那这里边呢 就一个操作 只不过内容长一些 再比如说 列表页面 看一下 也是一个操作 然后 我们还有文章页面 文章页面 显示文章内容的和 显示评论的 这几个 放到了 一个 放到这里边 那加在一起的话 也就是七八个操作 完全可以放到一个模块里 就去的 大家可以这么做 那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展示的几个 特点 因为在咱们内容展示里边呢 比如像网站首页 虽然咱们如果开启 mime card的话 都会把搜索页缓存 那好多人都喜欢做页面 竞带画 那页面竞带画 现在咱们这个 如果在我没开启的情况下 你看 页面竞带画的内容 都会存到 retime下边的 缓存下边 比如说缺省的模板 有缺省模板的缓存 那 其他的模板 有其他模板的缓存 咱们前台是两套模板的 比如说两套模板 咱们分别在哪设置的呢 看一下 在home下边的视图下面 咱们一个缺省模板 一个是时代经典的模板 两套模板 那两套模板呢 咱们是都可以把它各自模板都可以缓存的 这是咱们前台两套模板 那缓存在哪呢 你看 配置文件里边 如果把前台缓存 开机缓存 后台呢 后台一般是不做缓存的 所以呢 两个如果这么设置的话 我们需要再 把开机缓存的这个 放到这个里边 那 后台呢 不缓存 放到这里边 前台呢 有两套模板 都在这里边 是缺省的模板和经典的模板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直接改这个代码 可以改直接改配置文件 那为了方便呢 我通常 通常这个可以做成 后台可以设置 admin.php 看一下 基本设置 比如说 我把这两个都一起设置 开启缓存 下边是缓存时间 缓存时间 然后模板 我也可以切换 时代经典 看一下 所以一点修改 修改成功 那么我们看下这两文件 admin呢 是没变化的 还是零 缓存还是关的 确认模板还是这个 但是呢 index的 你看 加点文件 然后这个 取消一下 我从这会儿 重新打开一下 你看一下 就是一和时代经典 这两个都被改变了 这后台试试 和手工改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一些用户 是不懂代码的 他自己改 有的连自乌串 和整形都分不清楚 因为对于不准成 这些肯定是分不清楚的 那这样的话 前台就既开启缓存 又切换模板了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 道真手页 模板切换了 而且我现在 已经开启前台缓存了 这样的话 手页缓存 我在刷新的时候 执行的就是缓存 然后呢 到列表页面 第一次访问 也是被缓存的 到文章页面 也是被缓存的 而且呢 是一篇文章 一个缓存 一篇文章 一个缓存 看一下 有的是允许评论 有的是不允许评论的 一篇文章 一个缓存 而对于这一篇文章 一个缓存的时候 哪些地方是缓存 哪些地方是不缓存的 整个这个文章页面 是缓存的 但是呢 像这个用户的登录信息 因为不同用户 有不同登录信息 所以这地方是没缓存的 然后 还有 不同的登录用户 才有这个评论 不登录用户 没有评论 所以这个区域 评论的区域 也是不缓存的 所以呢 咱们这都是利用 smarty做成的 局部不缓存 也就局部非静态化 那么看缓存的数据 是存到哪了 看一下 在 eTime下边 所有的月面缓存 在这都下边 这块存着 然后咱们刚才存的是 时代经典的地方 你看 我访问一篇文章 这块就多一个缓存 比如说 我随便点一个 再点一个 再点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 缓存文章 就会增多 那这里边就是 存静态的 一些缓存数据 存静态的 不需要 再访问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不需要连接数据库了 而且缓存是通过 时间控制的 那这个时间呢 咱们是在配置文件里边 指定好的 在后台也是指定好的 那这个缓存 我是利用后台缓存 但是我 另外一个模板 是没有缓存的 那如果我在这块 进入后台 我在基本设置里边 如果改成 默认确定 那个缺准模式 缺准模式 我再修改 然后到手页 这样的话 这种模板的前台手页 就会被缓存 你看 这里边 缓存的就是网站 首页的信息 那首页 就用DIV在CIS布局 全是静态的数据 然后呢 我在后台可以是更新缓存 看一下 后台呢 这块有个更新缓存 那就会把这些缓存呢 全部给删掉 全部删掉 当然了更新缓存 咱们前面 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像更新缓存 最好做处罚式的 因为咱这个呢 教学实力 没有开发那么详细 没有做处罚式的 什么叫处罚式的 比如说 我删除一篇文章 就删除这一篇文章的缓存 那我修改一篇文章 也修改一篇文章的缓存 然后更改一个 比如说一个类别 那么是更新这一个类别下边的缓存 等等 咱这我就做了一个简便方式 一点更新缓存 那看一下 就把什么 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缓存 让它缓存在retime下边 就把那缓存目录都清除了 那如果我设置不开启缓存 可以设置缓存时间 和开启和关闭缓存 那现在不缓存 这一面就不缓存 我们还可以设置mimecare缓存 只要配置文件里边 配置好mimecare服务器即可 这是咱们前台页面的一些特点 所以设置缓存的时候 直接用smarty那个设置缓存就可以了 所以首先使用smarty里边的 这是咱们在smarty里就这改写了 在负类里边 这是咱们框架讲的时候 咱们就说过 如果页面是缓存的 那我这里边的所有代码就不执行 这里边的所有代码都不执行 看一下 一直到这块都不执行 直接display找缓存页面 那如果是没缓存 才执行这里边 而这里边呢 都是一条是一个功能 你就看网站首页里边 我都需要取什么 网站首页里边需要取 用户的信息 然后呢 菜单的信息 混同片的信息 公告的信息 所有栏目的信息 以及强烈推荐信息 追星更新 还有本月热点 以及有情连接 当然有情连接这里边 咱们没有那几个没有用图片 图片咱们做实验的时候 已经把它清除掉了 所以这边显示不了图片 所以获取这么多信息 那单一条获取一条代码 就可以把这些信息都获取到 比如说在这话 获取配置文件中那些网站的 优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网站的名称啊 关键字啊 网站的描述啊 也就是在查看原代码的时候 能看见的 你看 网站的一些关键字 网站的一些描述等等等等 后台咱们是可以在刚才的演示的设置的部分 可以做的 可以完成的一部分 是在这块呢 然后这块是获取菜单的信息 看一下 然后更新时间 获取下边的每条语字都是用咱们框架里边去做的 获取公告信息 然后获取管通播放信息 获取推荐文章信息 最新更新文章信息 分配过去 然后获取热门文章信息 都是按咱们指定的条件去搜索的 大家如果对框架那个框架的model 复利model了解的话就可以做了 那最主要是获取这个 所有栏目 进栏目下子栏目和子栏目下面的文章信息的话 那可以用这一条语 这就用咱们的关联操作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数据都分配过去 获取有线连接信息分配过去 就可以了 那公告呢 咱们也是缓存的 然后缓存的话 一篇文章 一篇公告一个缓存 所以呢 咱们对这改写了 这玩意是用UR 每个UR不同UR地址有一个独立的缓存 每个独立的UR都有一个独立的缓存 在这会儿 去完成的 当然了 我们可以 其实用框架的话 可以把这个判断写到外边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 像咱们文章页面 有一些是不缓存的 所以需要自己设置 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单独写到框架里边去 就得每一个里边判断 看一下 这里边 记得UR访问室 一个有一个公告 就是一个UR地址 一个地址就一篇 每篇公告都需要缓存一次 所以这换用UR地址判断 如果你访问这个公告是没有被缓存的 那我们就到这里边取这个缓存 把这个把这个公告取出来 那如果有缓存的话 那直接就是找缓存的 这篇文公告的缓存 是这样的 那这里边就是取公告 当然公告呢 也有菜单 那把菜单也得取出来 然后按照公告的条件 那公告条件什么呢 咱们后来设公告了 咱们可以看到公告可以是有访问时间的 所以这里边用到了一些 时间的一些判断 过期的就不显示 不过期的就显示 当然咱可以任意组织那个Wire条件去做 这都是可以的 这里边写的时候有一些复杂了 完全可以用改成一条一句 完全可以改成一条一句去实现的 这是首页 那二级页面列表页面也是一样的 列表页面每一个分类 是一个页面 那就得一个缓存 也是通过这个判断的 然后这里边获取分类 下边显示的所有信息 右边导航 左边导航 然后分类之后有个分页 再加上分页的信息 然后获取本栏目的推荐文章 任务文章等等等等 上面 这是左边导航上面导航 关键字 这页面又有关键字 也得获取一次 这是列表页面 那文章页面 看文章页面 文章页面呢 也是有一部分是不缓存的 把需要缓存的放到这个里面 看一下 需要缓存的 放在这里边 那像已经收藏了 已经推荐的这些东西 是不需要缓存的 不需要缓存放到这个之外 去设置 那下边是评论 那评论呢 都是样的动态的 用阿杰克斯做了缓存 所以评论都不需要缓存 那我们就把它都放在这个下面 就没有放在那个里边去 然后还有就是像搜索页面搜索一面 咱们都实时搜索更新的不同条件 你可以做缓存 也可以不做缓存 那这里边呢是没做缓存 所以没做缓存的 如果同样搜索结果 或者那个评论 同样的结果 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配合 MamiKai这缓存 两个一起用就好一些 就不会变成实时动态的 或者是如果你有MamiKai这缓存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用界面缓存 MamiKai是缓存的 效果有可能更好一些 就把所有查评结果 都缓存到内存里边去 那你就不用去 做一面静态化的东西 咱们是教育例子 所以两个是一起用的 所以两个可以选选器 两个可以一起用 也可以单独用 都是可以的 那这是前台一面 前台的内容展示区域 刚才咱们说过了 你可以把它合到一起去 合到一起去 然后还有一 这里边 还有就是个人中心 后台叫做管理平台 前台叫做个人中心 那个人中心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模块来做 这里边呢 也没给它分的太细 有一部分也合在一起了 你看这里边 把站内短消息 在外面看成是一个模块了 站内短消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直接点用户名 就可以到个人中心 比如说 站内信 这是它的站内信 我可以写消息 比如说给收件人 李四直接用户名 写信 内容 这个寄出 那发动成功 李四就有一封信 那收信箱呢 这里边是没有 那写信 比如说我退出的话 退出 然后如果我用李四登录 李四 然后 不是 PWP登录 你看 李四登录成功 那它有一个站内信 我一点击 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个 Admin 原来的发展 那个站内信 已经读过一次 还有一个 那我直接一点击 它就读过这封站内信 内容是这个 那我可以直接恢复 给Admin恢复 这就是恢复成功 那你可以直接 admi 就是一个 一个写信的一个功能 收信写信 很简单 看过的信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退出 再回到Admin 我刚才他连续给他 发了两封 Admin Admin 然后Admin呢 有两封未读入件 你可以到个人空间这块 看一下 点加站内信 这里边有两个 李四发过来的 一个是恢复的 这个 你可以返回 一个是 接收的 对话 我可以直接删除这个站内信 看到的站内信 或者选中的直接删除 也都可以的 这就是 站内信的一个功能 那站内信呢 就是独立的一个模块 其实这个呢 就很容易做了 就是这个 message 那里边的操作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里边 这是显示 那个信的列表 可以写信 看一下 也可以怎么的 也可以查看信 也可以删除信 就这么几个操作 无非就是对一个信的表的一个增删改查而已 如果信多的话 咱们可以有分页这块 然后如果你没有权限的话 是没有权利写 权利写信的 如果提交成功的话 就发送成功 数件事不存在 等等等等 一个设置 查看 这是站内信的功能 然后呢 用户管理 咱们这块呢 还有一个登录注册 你看啊 用户推出 咱们这有一个注册的功能 注册用户 比如用户名 默认注册用户呢 他都是到那个 默认的那个群组里边 默认群组里边只有发文章和评论的一些权限 还有发战略信的权限 其他的更高的权限 你可以自己设置 比如说用户名 是userabc 登录密码 是userabc 然后确认密码 userabc 这个呢 你如果想用一样的这种前台验证的规则 你可以访我这个去写 这里边就是一个gs 这个gs在哪呢 这个呢 我曾经在在线课上也给大家讲过 类似于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 这种注册的功能 注册 而前面的 我记得也有一些gs的视频 也讲过这样的注册 就是用这个 你可以完全访问这个去改写 就可以把你的gs的注册给写出来 因为注册功能是所有网站都有的 那大部分刚入行的一些朋友呢 对注册这个gs验证也是一个难点 所以你可以仿这个写 可以参考以前的视频 这个不是用插件 是自己去写的去完成的 然后性别 通过不同的性别 比如说女 那给你一个默认的头像 注册 注册成功 直接登录 直接登录 然后刚才注册是女 有个默认的女的头像 当然了我们这个头像 也可以去更改 比如账号设置 账号设置这块 我们可以是 基本资料的设置 可以去改 看这块 也可以去改密码 也可以去头像设置 比如说 我换一下头像 把它换成这个 上传 头像设置就改掉了 当然了我们这块 你可以用很多gs特效 去完成这个功能 那看一下 这刚才的一种帐 其实这块可以分多个模块 比如说 你可以把账号设置 头像设置 密码修改 这个分成三个模块来做 那这里边呢 我把这些看成的是一个模块 然后登录退出 这块是一个模块 其他又是一个模块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下边 那 后面下边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登录退出 这个 这块是刚才那个 界面设置 这块 就是那个登录的 那个处理那块 然后这块是退出 这块是注册那个界面 然后这块是注册 添加到数据库 然后这块是用GS 唯一性交验 这块是那个验证码 这两个是验证码 分配验证码 和这个 验证码的阿杰克斯 那个检查处理 这么几个操作 登录那块几个操作 有登录等退出 这几个地方操作 所以呢 登录退出 你可以参用这个 那退出呢 跟后台功能又是 后台又有一个退出 所以两个用的是一个 这里边你看 Duse Admin 找后台的这个退出去设置 另外呢 前台前台的自动验证 插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自动验证 但是我这里边直接用到后台自动验证 你看User下Admin 这样的话 我在前台就不用再写一遍 插码了 你看model里边 任何的model插码都没有 因为大部分前台需要的东西 后台都有处理 业务都有处理 所以直接用后台的 你只要在User里边 使用一个后台的名称 就会直接用到后台的 就会直接用到后台的 那你看一下 这里边没写XM 自动验证 也可以有XM 自动验证 那么怎么验证的 也是用到后台的model里边 同样的这个XM文件 所以只要是model 前后台都可以公用 那前面咱们讲框架诊 重点model里边说过 model各个应用 可以公用一个 而控制器前后台 是不能公用的 前后台是不能公用的 那也就是每个应用一下 如果想共用操作的话 可以在复类callman里边去写 那当然了一些权限的验证 咱们在这里边 也是写在 前台控制器 也是写在这个callman里边的 这个是临时文件 callman 这块 通用模块里边 也是在这里边去写的 设置的 你看啊 这个判断是完装 然后看判断一下消息数 然后判断有没有登录 然后判断是不是有文章编辑的权限 等等等等 塞上里边 然后判断 这个模块 属于哪个模块 哪些模块不设置缓存 把直接把缓存清零 等等 写在这个下面呢 所以参考这几个 前台的控制器不多 所以呢 是好理解的 然后后台的其他的模块 你看 其他的模块像 这个站内信单独提出来的 然后 这个动态拿出来的 其他那几个账户设置什么东西 通通写在优色里边 咱说你可以把它拆成多个 拆成多个 比如说像这里边 这个个人设置 比如说像那个密码设置 这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 一个部分 像头像设置 还有这个是关注设置 你关注了谁 或者删除取消关注 那还有是粉丝 还有粉丝关注 这些呢 都可以单独提出来 都可以单独提出来 去设置的 而这里边呢 都把它去写到一起去了 还有这个后台的一个 后台首页 后台一个分针顶部 后台的菜单 通通放到一个里去了 像后台平台界面 后台的平台 因为我们就可以 像这个个人中心的平台管理 就可以后台一样 整个平台用单独的 一个模块 然后其他的系统模块 所以前台呢 我觉得大家 因为前台是反例 就是目的就是 按照这种方法写 让别人感觉 这个模块分的很乱 而咱们后台是分的很清楚的 这是前台用的反例 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模块 怎么去分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所有的对于这种小系统 所有的内容展示 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文章管理 还有搜索管理 这些做成一个模块 然后呢 登录做成一个模块 这个没关系 然后在用户管理里边 你分这么几个模块 前台 就是管理平台 是一个模块 管理平台 是一个模块 然后呢 站内信是一个模块 头像设置是一个模块 不是 头像设置和密码设置 还有 头像设置 密码设置 还有那个账户设置 这些 你可以当成一个模块 一个拆成几个模块 然后动态 再拆成一个模块 这么区分就好一些 这里边 那这个什么叫动态模块呢 就是记录用户的一些操作行为 比如说 我现在是U4ABC 你看一下 我直接到网站首页 你看我再回到U4ABC之后 它没有任何动态 因为它没有任何操作 你看 假如它发表一个文章 再跟分类一下 假如在PAP下面 发表一个文章 关键字 你看 添加 添加成功 你看 它就有一个 发表文章的一个状态 可以直接到这个文章下 在下面 看一下 那如果它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然后呢 它对这个文章 比如做了推荐 收藏这篇文章 比如说再点其他的文章 看一下 它在做评论 发表评论 等等等等 那我们再 回到 后台之后 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 这就能记住什么呢 这个用户的所有行为 它发表了评论在这 什么时间 看一下 然后它收藏了这个文章 推荐了这个文章 又发表了评论是这个 又发表了评论是这个 走好往前 看一下 所以它评论的这篇文章 你可以直接看到 对面 通通可以 然后它 比如说这里边 收藏数文章数 这里边都可以有 比如说 只看我的评论 那它评论的哪些 只看它的收藏 收藏哪些 不是推荐哪些 它的收藏收藏哪些 它发表了文章 发表了哪些 这里边都有 那数据多的话 都会带分页的 然后它关注的和粉丝 你看 如果它 刚才 它的 评论里边 假如说 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看一下 这篇文章发的是爱的命 它可以点爱的命 然后它可以看添加关注 这可以添加关注和取消关注 这里边 然后它添加关注了 这里边就有一个 这个关注 然后它可以 比如说到任何一个用户 到这个下面 它再添加关注 然后 这里边就有一个粉丝了 然后它再到 这篇里边 再关注一下 然后 回到自己的页面 你看 这样的话 它就关注了这些 那你到其他页面 别人关注它 那你就成为它的粉丝 这块是 所有的关注 等等等等 这是个人中心 这都是 一些 像微博一样 关注取消 常见的一些功能 那这些呢 这块前面 这块 显示的就是 所有的动态 也就是咱们内容展示区域 内容展示区域 所有动态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把所有动态的东西 全是放在 这个地方了 也就是用户的所有操作 记录它的行为 记录它的行为 那包括 首页面的一些展示 包括有文章数 评论的收藏推荐 然后 有删除的 然后获取收藏数的一些推荐 然后设置收藏数 那设置推荐 这些都是一些动态的一些设置 然后 添加评论 也是一些动态的 修改评论 然后呢 删除评论 等等等等 然后添加文章 因为这个用户 添加文章 这都属于动态 在这地方 然后修改文章 更新文章 然后更新文章的时候 这有上传和上传flash 都写到一起去了 所以呢 跟用户 在这块 它的动态的操作 跟它操作有关的 都是放到一起去了 当然跟后台的增加改查 都差不多 这里边我就没给你详细 说一下 里边具体实现的一些过程 那你可以足够模块 直到直到文件位置在哪 足够模块去研究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前台页面 一个网站的前台 需要写的一个东西 有这么多模块 模块你要细分一下 那具体的语句怎么设置 代码都在那里边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当然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不太理解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给我发一些站天信 或者是给我直接发email 都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大家尽量 因为如果我大家都敲一遍 你看呢 按写的还是按我这个模式 但是如果我给大家说了一些方法 你自己能写一遍的话 那这个才能真正成为你自己的 嗯 好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叫到这里 那到这里边呢 咱们就把网站的 整个前台放到一节里边 说了一下 整个项目开发的一些结构 和前台应该有的一些功能 都在这里边 跟大众网站都差不多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这是一个教学项目 会有一些反例 所以尽量别去参考 但是呢 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正确方法 你重新去写一遍 那就能把一个项目 写的非常完美的一个项目 就会写出来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就录制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 PAP 垂死兵重 精做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悲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不学校 处处学 PAP 在庭院做 李宁 在庭院学习 学习 PAP 众里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幸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